美国众议院 它是通过了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 要确定要强化 美国跟台湾的国防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 而且要增加对台的军售 当然其实这当我们也谈到说 美国不忘了捅中国一刀 捅了什么刀 他们就名文禁止 中国大陆来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一起来看 环太平洋军演 人士现在进行事 美国国会打铁趁热 美国联邦众议院 26号通过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应与台湾相关部门协商 全面评估台湾后备军力 以及增加对台军售 增进台美军事安全合作 维持台湾充分自我防卫能力 同时增加双方联合军事训练 就在美国国防授权法闯关前数小时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明年国防预算为3460亿元 增加183亿 幅度达5.6% 台美军事互动在法案预算书上 持续加温 中国炮口也热到发烫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与台湾开展官方联系和军事往来 国防授权法不忘加设防火墙 白纸黑字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管制美国联邦政府 对中心华为通讯设备的采购 中美贸易军事冲突打成一团 不过国防授权法 还有参院总统签署两道关卡 美国国内也不免担心 其中有台至终的条款 是否又沦为川普的谈判筹码 当然我们的解读 很明显的就是美台关系 现在是不断的在升温的 但我请教明杰哥 如果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 白纸黑字是说 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我们要怎么解读 这背后它的动机还有它的意义 我们看到这个中英运行通过的 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 那这个授权法 我个人解读认为有一个主轴 主要就是第一个强美 就强化美国自己的军力 第二个就制中反制中国 第三个挺台 就力挺台湾 但是这三个主轴都环绕在一个核心 为什么要强化美国的军力 都是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 军事上的挑战 那挺台湾也是相同的道理 那这个当然因为美国国防授权法 主要它是规范美国2019年 下一年度他们自己的国防预算 他们的建军的规划 那当然是以美国自己为核心 但是中间有一些包含 涉中跟涉台的条款 那我先谈跟台湾有关的部分 简单来讲 我大概归纳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包含要求美国国防部 要推动台美两军双方之间的高层的军官的交流 那这是希望由国防部部长亲自来推动 那层级是非常高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台美双方之间的 这一个联合的训练或者演习 那当然先前也在讲 这个参议院的版本他有提到说 希望能够让美国的高层军官来参加台湾的汉光演习 这一段的文字被删除掉 但是他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式来规范 同样的其实是要强化台美之间双方的 可能联合演训的这个机会 那不限定于汉光演习 就是说这个文字模糊化之后 事实上他能不能来这个参加这个汉光演习 还是可以 但是甚至军种的我们的空军 比如说有这个天龙演习 海军有海枪演习 陆军有这个长青超演等等 这些也都可以来参加 那同样的我们自己的部分 我们去在 比如说美军的一些演训 我们也可以去观察 也可以去参与 那特别是我觉得在太平洋地区 他的这个内容里面只有提到一个 是跟连道救援有关的 就是说太平洋的伙伴关系 在所罗门的这个人道救援的 军医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演训 那其他部分我觉得 未来我们军方也可以去争取的 譬如说包含他们这个美国在 这个他们的太平洋陆军 在亚太地区跟一些盟国有单边的 one by one的 这个有一个叫太平洋战道演习 这个事实上是美台之间 我觉得未来可以发展的 另外在关岛有一个叫勇敢之盾的这个军演 也是我们可以去争取的 那除了这个联合的演训之外 第三个部分也蛮重要的 他希望这个美国的国防部 未来一年之内 就是协助台湾来评估 我们自己国军的这个层次的 这个军力跟战力 那这个他的内容非常的 规范的非常的详尽 包含这个人事管理招募 到作战情报 执管通勤的能力 各方面的这个检视 那甚至连后备的兵力的系统 战略规划等等 都希望帮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检视 然后在这个报告 总体的报告完成之后 也提供台湾一个建军的这个建议 那这个是要求在一年内要完成 也就是明年 可能就会提出一个这个台湾的 总体的这个军力报告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就长期以来 他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部分 那今年的这个2019年的NDA 他也提到说 希望除了大力支持 对台的军售 另外也特别提到 除了军售之外也可以商售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工业合作 那工业合作是过去 我们台湾在跟美国争取 一直比较被受到重视的部分 那工业合作这部分有助于未来 这个比如说一些关键技术的转移 那我们的这个国机国造 国建国造 这都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的模式 过去都是采用包裹式的方式 一次package好几项 对我们来讲 时间上有很多的耽误 所以他未来他希望就case by case 单项单件的 你跟他申请 他就单件来审核 审核过了就直接卖给你 所以这就不受到时间的限制 审核过程会缩短很多 所以整体上来讲 对台湾未来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 从人事从这个人员的互访 从演训联合的演训 从到军售等等 有非常大的这个注意跟提升 那另外除了台湾的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 事实上我们也值得这个要关注 就刚刚这个主任提到说 限制美国参加REMPAC 环太平洋的军演 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表态 那他有个诞书 就是说在条文里面 这个国会意见里面 纳入这一段文字 那他也拿这个 事实上他也希望要求 中国的军方 他们在南海这些岛礁 除非你能够有明确的事证 证明你已经这个不再军事化 能够提出相关的佐证 或者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有一定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来说服国会 否则这个条文是不会取消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解放军如果在南海岛礁 继续扩建下去 未来基本上 他是没有机会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事实上环太平洋军演 这个解放军参加过两次没错 2014年跟2016年 那时候是欧巴马政府任内 那我们知道欧巴马政府 他的国务院基本上 本来比较轻忠的 那他们这个欧巴马 这个民主党的主政 他过去他在面对解放军的 这个中国军力崛起的时候 他的一个思维 他是希望把中国 拉进来整个国际体系 然后让他去服从 这个国际体系的规范 所以用合作来 显然这一块他们决心不通 结果失策了 发现中国根本 他表面上给你承诺 譬如说他们很多次是跟美国 公开承诺说 我在南海岛礁 我不会扩建的 但是一方面跟你说 我都没有动土 另外一方面已经把他扩建的 这个连这个三千公尺的跑道 这个军港什么 通通都已经造出来了 所以美国才发现被骗了 就是事实上这一点 我也觉得美国总会这么天真 但是这木已成舟之后 才发现不对劲 所以现在反过头来 美国军方内部 很多在检讨的声音 就认为说不行 必须要对中国要有一个 一定的这个很明确的 一个反制跟压力 然后再去观察 他后头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有办法 整个以比较和平的方式 来纳入整个 这个全球的体系里面 去规范他的这个 军事上的这个动作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说对岸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那共机绕台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这个标题 天剑真成型的飞弹 试射成功 而且呢 它是共机隐形战机的克星 森勋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天剑二行 其实基本上 based on 美国的AIM-120 先进中天空 对空 可是呢 我们很厉害的就是 中科院常常有一些 很神奇的想法之外呢 我们可以把很神奇的想法 付诸实现 原来的天剑二行呢 它只是一个比较 长射程的 可以追踪的比较远的 空对空 也就是说它是挂在飞机上面 来打飞机的飞弹 可是呢 我们发展出来 我们现在除了挂在飞机上面之外 我们还可以放在卡车上面 变成地对空 然后呢 我们的射程呢 比原来的射程要大 但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有 飞弹上面本身有主动巡标头 我们也可以利用雷达照明去做之外呢 大家我们一直在想 中共对我们的对台公司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电子作战 所以呢 电子作战 未来在所有的战场上都会出现 飞机飞弹也是一样 那就为了这一点 我们的先进中程呢 我们的天线二行改良了 我们可以反辐射 就是我们可以抗电子干扰 所以换句话 你抗电子干扰 或者你 不管是你用预警机打 或者是你本身的雷达机这边 战机的雷达这边打出来 我们都有能力去对抗跟追踪 那最重要的是 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中共号称他们的千三十或千十五 他们自称的第五代 事实上应该可能四代半多一点 的这种隐形战机 我们的天剑二行 应该是有能力把它打下来的 而且有一个重点 中共现在发展的战机 朝向单座大型化发展 例如说他们的舰载型的J15 那个是目前为止 全世界舰载机最大的战机 所以你如果像以前的那种小的飞弹 弹头比较小 还不一定一发就能够打死 可能会打受伤 它可能还飞得回去 但是因为天剑二行 它比较大 相对来讲 它弹头也比较大 所以你真正打上去之后 不死也残 你可能就只能跳伞逃生 飞回去的几率就比较小 所以对这个东西而言 其实这也是刚刚明杰哥 所讲的一个重点 老美帝国族裔一直是非常邪恶的 特别是对台湾 他今天所以之同意对台湾军售 是因为我们台湾自己有能力做得比较好 他为了要扼杀中科院发展 跟未来我们军售其他国家的可能 所以他的军售 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军售合约里面 有一条很令人家觉得 丧权辱国的弹书 我们一旦跟美国买了这种飞弹 我们不能再自己研发这一类的飞弹 这条弹书很少人知道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 中科院很多发展出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研发的飞弹 都是比较功能型不一样的吗 应该这样讲美国可能就是 他研发出来是一台淑女车 可是我们把这台淑女车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要变成越野车 竞速车赛跑车跟都市车 变成多用途了 我们只要坐里面去切换就好 美国的变形金刚是在外面 变来变去 我们是里面改一个 就可以对空对地对海 对什么东西都可以打 我们的强项在这里 我们要一对多 因为毕竟我们的国防运行非常有限 我们不可能像这样 每一个单项就买一颗飞弹 我们要一颗飞弹六七种用途 那我们中科院能够把这个想象变成事实 这个是很可怕的研发能力 好 那我们看 其实之前我们这个海军驼江舰 它配备熊三反舰飞弹 那当然就是要验证说 它反舰飞弹射击的能力如何 结果看到它写的字叫做完美贯穿靶件 我们先来看这个VCR 驼江军舰拐六快炮 瞄准水面标靶连续射击 在22节高速好处下 准确摧毁模拟敌军目标 现在海军进一步验证驼江军舰的 熊三飞弹发射力 一旦测试成功 确定没问题之后 代表这个船舰就真的能够 在这个台海防卫作战 构成有效的一个防御战力 那之后要进行量产 我个人认为就应该没有问题 驼江军舰上藏着这16枚 熊二以及熊三反舰飞弹 快速密终高性能攻击力强 让他拥有航舰杀手称号 包括鱼雷攻击水下被动式声纳探测 主动找到前舰躲藏在哪 去光足了量产陀江 还要打造更小型的微型飞弹快艇 外形 盾位 类似海欧飞弹快艇 一艘船挂载两枚雄二飞弹 任何一艘都可以摧毁中国航空母舰 一旦研发成功部署在全台渔港区 加上陀江舰的快速打击实力 以狼群战术让敌军军舰不敢靠近 好 我刚刚听到这个驼江舰 它是航舰的杀手 那这上面又配备是雄三反舰飞弹 明杰哥 他如果说对中共在 如果说作战的时候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型的航舰 国军研发的这一个好的武器很多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申宣兄讲的天界二情 天界二情事实上这次消息传出来 主要是说它的真诚型 就是说空对空的它从60公里的射程 可以提升到100公里以上 那主要是我认为它在所谓的 打所谓的这个逆中战机上面 事实上打逆中战机本身来讲 飞弹性能是一回事 主要是侦测的困难 是我们的雷达的性能的问题 所以那是两回事 雷达你如果有办法 现在各国都在研发 包括中国跟美国都在研发 侦测逆中战机的这个雷达 那如果我们中科院的这个雷达能力够的话 侦测的道基本上什么飞弹都打得到 那天界二情另外这次的消息传说 它有所谓反辐射 我想这有点误解 反辐射飞弹它又是另外一型的飞弹 反辐射飞弹的弹头 它的寻标器是被动雷达导引 侦测到对方雷达的这一个电磁波之后 它可以这个直接追踪这个雷达的电磁波 然后去这个攻击它 那天界二型它有天界二A 天界二A就属于反辐射飞弹 类似于美国去年才出售给我们台湾的 这个HM88B型的反辐射飞弹 那这一次研发成功 试射成功 这应该是真诚型 真诚型就是说它的这个 还是以空对空为主 那它配备的这个红外线的这个 寻标器来讲 基本上有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所以性能上当然来得更为精准 射程也更远 那对于这个空中的这一个 有效的这个含阻 我想有一定的提升 另外谈到这个熊山之前 我也觉得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值得一说 就是说行政院事实上 已经通过明年度的 我们的国防预算 要增加 增加了183亿 那因为我们的预算规模 总预算规模本来就不大 所以一下你要提升很多 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刚刚在讲 美国的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 美国的国防预算 明年额度是多少你知道吗 21.9兆 21.9兆美元吗 将近22兆台币 我们的政府总预算的规模是2兆 那中间拿了3460亿 已经增加了 上升比去年提升了5.6% 很不容易了 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 政府财力有限 所以挤出这样的钱来支持国防 我想这个美国他们也会看到说 台湾是有心于要自我防卫 那他占GDP的2.16% 事实上要离3%当然还有困难 那当然要看未来的经济发展 你秉座的够大的话 到GDP的3% 才有办法有到这个4千亿的预算规模 那我们当然是不能去跟美军比 因为中国也没办法跟美国比 中国的这个国防预算 5兆吧 4兆多 将近5兆 隐藏的不算 他离美国也还有一大段距离 那我们在有限的预算之下 怎么样妥善去支配 那事实上美国国防授权法里面提到 就是说希望协助台湾去发展 所以不对称的作战能力 那特别是水下作战的能力 所以不对称作战 就基本上来讲概念就是说 以比较低的成本发挥比较大的战力 那具体来讲 譬如说就是 譬如说我就不用战机去打战机 我用不用军舰打军舰 不用战车打战车 那是用什么打呢 用飞弹打 飞弹一枚 雄三算贵的 雄三是造价将近一亿 那其他一般来讲 像刚刚讲的天剑飞弹 这些属于有主动雷达的导演 弹头有配雷达的这一种的 将近你都要4千多万5千万 那他当然 单枚来看 这个单价也不低 但是你相对一架战机来讲 二十亿 十几亿二十亿来讲 以一亿来换二十亿 这就是不对称 所以当然我们在未来来讲 中科院自己发展很多的飞弹 刚刚除了天剑来讲 海上最主要当然是雄三飞弹 那雄三超音速反舰飞弹 它基本上还是 全世界做的超音速飞弹里头 弹体最小的 弹体最小的意思 像老共的超音速反舰飞弹 是很大一枚 那差别在哪 就是你的技术 燃料的这个 燃料的这个技术 基本上是比人家强的 所以你可以缩小弹体 那你可以达成相同的这个战力 那雄三飞弹 事实上大家当然知道 看到它精准的打击 就是打到连渔船那么小都可以打 那表示它性能本来就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操作界面 在当时 譬如说它操作的这个程序界面等等 是有问题的 才会发生那次物色事件 那在这之前 事实上雄三每年将近大概六月底到七月的时候 都会进行所谓实弹设计 那过去的确我们不可会言 在研发的过程中会遭遇一些困难 譬如说它过去也曾经高速脱锁 就是说它这个的寻标器也出现一些问题 那去年也曾经这个在試射过程中 它的加力气掉下来 那也也没坠海 但是今年很不容易 听说打了四枚 那这四枚除了从陀江舰上面打 陀江舰就是未来我们发展的 这五百吨的这个近岸的这个巡防舰 那双船体的 它这个速度非常快 将近四十节 那四十节好比时速 大概将近七十几公里 大概八十公里 在海上来讲速度很快 那搭载了 上面可以载八枚的熊山 那未来要照十二艘 那简单来讲 就是将近一百枚的熊山 其实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们除了陀江之外 陈公吉也有带 未来还有陆基的 这一个机动式的这个发射车 整个熊山来讲 未来至少有将近三百枚的数量 所以这个对老共来讲 要渡过台海 或者你要从东面来威胁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嚇阻的效果 那特别是熊山的性能 大家是有目共睹 那今年等于说一次打四枚 除了海基还有陆基 四枚全部命中 这也代表熊山的性能 已经趋近于这一个整个FOC 就是说它的整个战术测评 基本上来讲 已经我们不能讲完美 已经算是非常的成熟 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战机 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环太平洋军演里面 我们就看到说 美军的前后任空优战机 包括F-15C 还有包括F-22 它是叫做猛禽式的战机 出现了 那传说说 我们好像是不是要用租的 用借的方式来做一个防卫吗 神轻哥 其实我们现在先看 F-22这个东西 F-22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它是全世界第一架 逆中战斗机的服役 在它之前有很多逆中飞机 可是要么就是侦察机 要么就是战术轰炸机 像什么B-2 F-117 但是它是以战斗机的模式 然后以逆中飞行 然后一般的飞机 可能要开后燃器 进入到开AB的情况 它才能够进入超音速 这架飞机 因为气动力构型的关系 它在巡航 就普通的速度之下 它就可以超音速 然后它可怕在于说 它逆中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看很多战斗机 飞弹不是都挂在翅膀底下 挂在肌腹底下吗 它为了逆中 它所有的飞弹 全部藏在肚子里面 平常是关起来的 你要发射的时候再打开 所以只有这个时候 雷达比较容易侦射到 因为它的RCS的 雷达反射波解面 会被干扰到 那时候会变大 那这些东西虽然出来了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 F-22跟F-35太贵 太难制造 做不到互用 到目前为止 F-22仍然还没有满足 全世界的订单 F-35的订单 更是排到五年十年以后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美国人的波音公司 它就做了一个新的改良 它把原来F-15E 美国的F-15E 它其实是到Echo E型 它现在直接把这个东西 提升到一个F-15X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它们的定义是说 未来这个地方 是要填补F-35跟F-2 中间万一例如说战损 或者是数量不足的时候 去补那个空间的 replacement plan 它并不是要取代 它是填补用 那它差别在哪里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它们的定义是说 未来这个地方是要填补F-35跟F-2 中间万一例如说战损 或者是数量不足的时候 去补那个空间的replacement plan 它并不是要取代 它是填补用 那它差别在哪里 我们现在看 原来的F-15这边 可能就是四颗中层四颗长层 挂个八颗飞弹了不起了 前上个月 上个月的沙奥地阿拉伯空军 特别发展出一架 很先进的F-15SI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专用的 它挂了12枚空对空飞弹 你要知道 叶问也才一个打10个 它一个打12个 那么告诉各位 破音公司推出来的F-15 一开始更猛 它一次挂24枚 一次挂两打 所以你如果真的 每一发都中的话 它一架飞机 可以顶掉两个中队 那你这样看 如果它一个中队过去的话 真的是 不是说你能不能躲得过 那是飞弹弹幕 那个打出去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 以数量质量来取代掉那个东西 那这边补充一下 刚刚明杰哥讲的 其实我们这一次 熊山有一个非常重要 它是贯船 对 换句话说 即使我们弹头故障 或者怎么样 你船仍然会不会有打沉 因为我动还是打到 飞弹打船就是要打动 我就算弹头故障 我还是可以把你打动 所以这就是熊山 真正可怕的地方 它是超音速 难怪它这个标题就写说 是完美贯穿靶件 可见它这个效能 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今天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节目到这边 感谢